我晚上出来留吧,你看看着火了,这24层楼啊 刚刚我看这一楼,你看现在都烧到顶楼了 龙年一时,大陆火灾频发 丹东高层公寓烧成火龙 3月1日晚,丹东市元宝区县前北小区39号楼发生火灾 火势不断向上蔓延大火从底层烧至24楼顶层 整个烧成一条火龙 伤亡情况不明 分析指,2024进入火运 按照中国的八卦来算 属于雷火封卦,镇上篱下是雷电之卦 就是雷电皆致 2024年它又是一个天成之年 3月2日清晨,东莞一厂房突发特大大火 地址东莞长安新民三村 视频显示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 暂未见官方通报,伤亡不明 3月1日,重庆临江一小区高层突发火灾 房子被烧得一片漆黑 居民阁楼大喊,不要走电梯 没有官方通报,视频被删 3月1日,武汉胜利街一居民房发生火灾 隔壁一所小学紧急转移,视频显示浓烟滚滚 2月21日,青海发生洪水灾害 牧民的房子被洪水冲毁,大量羊群淹死 但是,由于当局压制消息 10天后才被外界所知,网友纷纷质问 为什么灾难的消息总是被压制 3月1日,大陆微博网友上传视频 呼吁大家关注青海洪水 随即,大量网友转发青海洪水冲上热搜 2月21日,青海东阁错纳湖大坝突然溃堤 青海省拖索湖闸口被冲毁,引发洪水灾害 海西州都兰县宗家镇木区大量羊群被淹死洪水 网传视频显示,大量的羊群淹死 牧民起码在水中救援 据青海当地网友说 最近冰山消融有点厉害 我这边村里面,农田里有地下水躺出来 公路上都是湿的,海结冰 有网友分析,洪水发生的区域为脱索河流域 这是青藏高原北部边缘与柴达木盆地南部的内流河 涉及果罗马多县和海西都兰县两地 2月中旬到末期,当地出现了显著回暖 白天最高温超过零摄氏度 导致部分冰层出现开化 东哥错纳湖有明显来水下泄 此时河床和周边土地并未完全解冻 水流难以下渗 脱索河作为出水河道 成为大多数融化湖水和冰块的下泄方式 最终形成类似于灵讯的洪水 网友在为青海牧民祈祷的同时 纷纷质疑都过去九天了 没有任何消息 为啥现在才报道出来 媒体的声音去哪了 群众处在水生活热中脱离群众脱离社会 天天挂些无关紧要的事 想问咱们百姓的位置放在何处的 太可悲了 21号的事情现在才被曝光 不是我想说都十天了才露出来消息 前段时间贵州这边山火也是 烧了四五天烧到贵阳范围内都不住了 才被大众知道 青海这洪水直接这么久了 媒体呢 记者呢 都去哪里了 为什么要屏蔽这些信息 还有网友解释说 应该是上面不想让这种新闻被大众看见 怕引起恐慌 所以压下来了 该两会了 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掩盖时事新闻厉害 如果是美国洪水 第一天就报道了 这个词条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带蓝币的报道 北京时间一日下午 山东省德州市经传一起 蓄意驾车冲撞小学生的恶性事件 多名儿童倒地不动 警方通报造成两人死亡 六人重伤 网传有二十多人被撞 七人死亡 中共德州公安发布通报称 下午一时四十分左右 德州市德城区安居院社区南侧道路 一名男子驾驶机动车冲撞行人 致多人伤亡 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 六人重伤 驾驶人王某涛 男 四十六岁 当场被抓 中共央视新闻稍早报道称 王某驾驶黑色轿车 行至德城区第三实验小学 安居院校区门口附近 撞伤十余名儿童 具体人数正在统计中 有当地民众称 约二十人被撞倒 连大人带孩子 然后现在是最准确的是 死了七个 全是小孩 网传影片和现场图片显示 在该小学大门外的马路上 多名孩童倒地不起 现场到处是血迹 惨不忍睹 还有多名学生 被撞到马路边的山坡上 一动不动 肇事的黑色轿车车头损毁 左前轮脱落 王姓男子 在车旁倒地不起 当地多名网友直指 这是一起蓄意冲撞的恶行事件 有消息称 有人喝酒驾车狂飙 冲向正在上学的小孩 还有人指 男子事先喝了农药在犯案 报复社会心态明显 社交媒体信息显示 许多人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消息 呼吁当地民众自发前往捐血救孩子 德州的捐血战其后挤满了民众 尽管当局宣称二死六重伤 但当地知情人纷纷在社交媒体上 留言质疑当局瞒报 我看到德州朋友发的去世的 都不止这二加六 离我家没多远 伤亡人数写的模糊不真实 懂得都懂 为什么每次都要瞒报 但中共当局立刻启动审查 德州车祸相关话题 在微博被撤热搜 相关影片照片被删除 但网友持续接力转发 怒斥官方刻意掩盖事件 阻挠捐血行动 网传视频显示 有人在北京街头拉横幅 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还用扩音器演讲 批评中共官方 演讲人疑似爱国人士 传播视频的网民爆料 事发2月29日 地点在北京西单中有百货门口 视频显示 一名年轻男子站在台阶前 用扩音器演讲 他身后还有4名男子 接连拉起两个横幅 前面的横幅上书 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 后面的横幅上的字 看不清楚 周围很多人围观 或用手机拍摄 演讲的男子称 他们要求贪官 裸官公开财产 是在促进社会进步 不应该被当局打压 公安动不动就半夜到我们家 把我们抓走 问一大堆废话 什么也问不出来 他还指责中共公安 人民缴税养活你们 让你们为国家服务 让国家进步 你们到底是什么东西 吃人民的饭 喂狗看门 很快就有大批公安道场 抢夺横幅 并抓捕拉横幅和演讲的男子 当公安带走演讲男子时 该男子还举起胸前捆绑的书籍称 我建议大家都买这本书看 这叫南京大屠杀 如果我们不能把贪官杜绝 我们这种灾难还会来的 根据其演讲内容 这些街头抗议者 疑似中共口中的爱国人士 甚至其口吻更像是毛左 受中共宣传的欺骗 许多毛左将原教旨的毛思想 奉为宇宙真理 他们怀念所谓没有腐败的毛时代 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是背叛共产主义 中共宪政权实行的是资本主义 他们要求取消私有制 回归所谓的毛路线 近年来 一名毛左领军人物 接连在毛左网站发文 批评毛左内部的改良派 公开呼唤陈胜 吴广市的暴力革命 并寄希望于在资本主义 新的危机爆发时 找到新的革命主体 其所谓新的革命被认为是 针对被毛左视为资本主义政权的 现中共当局 实际上 此前已有多起毛左组织 直接参与北京高校学生 和广东工人维权的案例 这些维权运动 都已被中共当局镇压 几十年来 中共高层都在维持 左右互搏的游戏 在极左派和所谓改良派之间 维持平衡 但随着习近平当局政策不断左转 这种平衡已被打破 最近几年 有了当局撑腰 大陆毛左的活动越来越猖獗 又不断扩大之势 毛左的抬头 以及中共煽动起来的爱国情绪 也开始反噬中共政权 近来网上 还有视频显示 许多疑似大学生的毛左高喊革命无罪 造反有理的文革口号 叫嚣不要阉割的毛泽东思想 毛头似乎直指现当局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生晒参 白参 红参 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韩国优质 六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身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 高达80%以上 是红身的6倍多 是白身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继续